經是四角形 然後葉子 一定是對生的 相相對對 滿離婦骨 而且是十字對生 一對這樣子 一對這樣子 十字對生的葉 每個葉子 不是一個葉柄 一個葉子 三粗複葉 或者羽狀複葉 像這一個 就四個以上 十字對生 而且是三粗複葉 或羽狀複葉 好 為什麼台灣會叫恰女婦 各位看看 她的果 把它那個 黏在她身上 那女婦人如果黏著女婦人的幸福 女婦人要把她背背不離 那就是恰女婦 那就是恰女婦 原來台灣人那麼有智慧 在大陸上用的名字是 大花咸蜂複 那台灣人觀察日圍 跟那恰女婦一樣 看到那個演奏的造詳老師就在 背就背不離 跟那一樣 所以叫恰女婦 她的花 有科學性 這個白的 這樣子的長的 像蛇頭的形狀 這個叫蛇狀花 這蛇狀花 不是 不是 一個很 完全的花 它有點退化 這樣是一朵 它的肌部有退化的熊蕊跟齒蕊 有一些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看不到 這就是一朵 這不是一片 這是一朵花 這再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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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這邊有五六十朵的 這個 這個叫管狀花 這樣子每一個管 就是一朵花 所以一朵花裡面是五六十朵小花 長在頭狀 頭狀的花托上 現在這一個管 這樣一個管就好 這一個管 這個管 外面的就是花瓣 就是花罐桶 因為它合瓣 所以叫花罐 中間突出來的那個就是 瓷花的柱桶 這個突出來的兩個 然後柱頭 塞下來就花柱 花柱上有黏五個熊蕊 所以這樣是一個花 一朵 將來就是 夾一個 會把你黏的恰雅 這樣就是 一支恰雅的柱子 所以這邊每一個都授粉 這個花就掉了 然後恰雅就長出來了 黏在它身上這一個 一個 所以那每一管 將來就是長這每一隻 那每一隻 那每一隻的瘦 很瘦的瘦果 末端 它有倒勾刺 所以 你一打過去 它就黏住了 倒勾刺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樣子的花 這樣的話 都是橘科的 橘科的花就是 外面有蛇狀花 裡面有管狀花 蛇狀花很多 管狀花更多 那我們的向日葵 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所有的菊花 那個菊 大理菊 我們所有的天人菊 萬壽菊 什麼瑪格麗特菊 什麼菊 愛你愛到底的菊 都是菊科 跟它同科的 所以將來 只要看到 有蛇狀花 管狀花 然後一堆這樣聚集在 花托上的 就叫菊科的植物 台灣菊科的植物 大概250種 小花慢澤蘭也是 紫花霍香劑也是 霍香劑也是 昭和草也是 鹹風草 就是這一類的 通通是 你去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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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好 所以將來 看到這個叫 大花鹹風草 大花鹹風草 是外來的 是青種 露的兩旁邊 通通是 但是它已經進來台灣 快一百年了 那台灣現在 在秋天冬天 最重要的野花 變成是這個 我們的很多蝴蝶 很多蜜蜂 都要靠它過冬 因為它把我們本來的 野生的 台灣開發的野生植物 蜥蜀掉了 都蜥蜂掉了 都蜥蜂掉了 要剩這個 那所以現在是外來種 也不可以突然在這邊 通通把它剩掉 剩掉突然之間 剩掉冬天的蜜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養蜂人家 是不是 春天夏天吃什麼蜜 東西 農圓蜜蜜蜂 農圓蜜蜂 秋冬天什麼蜜 對 這種的叡花 stripped 比辣比較爽、比較脫肺 你如果冷靜蜜的比較溫 冷地要吃冷靜蜜 冷比較長的要吃一種 說那不對啦 冷心啦 老師怎麼可以亂講 老師可以亂講 好有沒有問題